好,我们今天请先开经本看593页 593页倒数第四行 倒数第四行 我们先念一段经文,大家对对地方 如其往昔,初发心时 见无量众生,堕诸恶道 大师之后,作如是言 我当以种种法门,随其所应而度脱之 菩萨具足如是智慧,光能度脱一切众生 否则,菩萨具足如是智慧,令三宝种永不断绝 所以则和菩萨蒙荷萨教诸众生发菩提心 事故能令佛种不断 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前面我们跟各位提到 各种破密,怎么样清静圆满的这种状况 那在这个时候,要度众生 有各种不同的众生 那么前面我们看到很多 贪嗔痴等分众生 欲戒众生,色戒众生,无色戒众生 乃至二圣人大圣者 那么这些众生各有不同 我们这里面所看到的最清楚的一种状况 那就是啊 众生的性向 它有这么多的不同 我们要怎么度 现在我们看 一般菩萨花心我们很难看得到 大概都有选择 包括我们有很多人行善 他在行善的时候都有选择目标 比如说 有的人要放生 有的人要布施棺材 这一次啊 九二一大地震 我们就看到了 棺材剩下很多 因为大家都期望大家死哦 我赶快送棺材给他 所以棺材就剩下很多 死的没那么多 这个都是一种善心的表现 但是这些善心啊 我们看到 都是有偏 他有选择 应该啊 在这个时代啊 我们要选择比较正确的方法 要有一个统筹的机构 政府啊 他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把所有善心人士的捐款啊 统筹分配 对不对 棺材缺301个 那就买301个 你不要买302个嘛 对不对 那300个也不够啊 多一个也不好 少一个也不好 那么他只要能够统筹运用 那会有很大的方便性 缺水可以给水 缺棉被 可以给棉被 那我们不要一定要自己去买一个什么送给人家 这个很难啊 这个很难 你假如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啊 那我相信这个效果会非常的好 而且每一个人的发心啊 会比较啊 正确 比较不会啊 那么偏差 那么很多人啊 就容易发生这一种偏差 这一点啊 我们倒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话再讲回来 从个人的立场 我们常常讲 哦 我要度众生 各位有没有想过 你到底是怎么度众生的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度众生 要度到哪里去 度到西方叫做度吗 或者是怎么样 佛陀告诉我们啊 度众生这个度的意思是指什么 我们用个形容词啊 就从此案度到彼岸 啊我们这里刚好两案 然后请问你 这一案度这一案 还这一案度这一案 那一定男生赢啊 女生少学五百年啊 五百四啊 那么通通有女生度到男生这一案嘛 我看也未必啊 不是这样的定义 那既然不是 要度众生是度什么 要度他 发起啊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是在那边度来度去啊 那会度方部啊 没有用啊 绕圈子没有用 那不叫度众生 我很高兴 我送给他一本阿弥陀经 这个叫做度众生 我送给他一本金刚经 这个叫度众生 这个叫莫名其妙 不是这个 你要度众生啊 就是要让他内心里头发起 感受到 现在我在的这个世界 这种生活方式 不对 不对 那么正确的 那种生活 是什么 我要的 是一种 有价值的 人生观 有意义的 这种生活 这个生命啊 的目的啊 是要止于至善的 等我开始啊 朝这个地方在追求 那我可能啊 一开始啊 没有办法弄清楚 你也可能会去跟人家算命啊 看风水啊 那没有办法 因为你还没有碰到名师指点嘛 所以你也会去学一些啊 乱七八糟的 那但至少你在摸索的 你要知道 那么逐渐的 你会从这边过滤过来 被骗啦 有人骗你啦 有的是骗钱啦 有的骗色啦 还有的骗你的 那个纯纯的心啊 纯纯会不会写 两条虫的那个纯 很纯很纯的纯啊 那你被骗久了 你也会骗乖的 你也骗聪明的 开始呢 你逐渐会去找到正确的方向 你会从啊 这个经验当中啊 体会出来 我们要告诉各位啊 我们这种生命经验的联机啊 你要知道 不是一辈子的事 你这辈子被骗了 下辈子你会成长 会成长 但是知识不一样 知识不同 你这辈子避了很多 百科全书啦 士库全书啦 大藏经啦 我告诉你啊 下辈子啊 你会忘光光 绝对忘光光 但是你人生 的旅途当中啊 自己在摸索 尝试 你可能经验很多的错误 失败 挫折 打击 但是呢 你会成长 下辈子啊 你的这个基础啊 你会继续成长 会继续成长 就不一样的 你背了很多的知识 物理学啦 化学啦 数学啦 英文啦 国文啦 地理啦 历史啦 什么阿姆斯状啦 这亚历山大大帝啦 君士坦丁堡大帝啦 你背了很多啦 这些啊 下辈子你都忘光光 这个叫做哀求的知识 但是你生命中啊 自己在追求错误 在追求啊 追求你那理想的目标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理想 但内心里头有一股 那个能量 一直在追求某一个东西 不知道 这边也尝试 那边也尝试 人家说 早上起来向东看 晚上睡觉以前向西看 你也这边看 那边看 人家看说什么 不知道 人家说嘛 人家说你在看什么 不知道 大家说看啊 我就看啊 但你内心里头 那股追求的冲动啊 它会带着你 使你的生命品质啊 提升 这辈子所累积下来的经验啊 会成为啊 下辈子的基础 关键在这个地方 各位您一定记得 这两个差别 第一个啊 是爱出知识的累积 随着你投胎展示啊 过去的通通没了 但是生命中啊 那一种向上 向前推动的动力啊 一定会把你的生命经验 世命的品质啊 往前推动啊 往上提升 我们度众生啊 是要度到这条路来 后面的这条路 要让他去警觉 去感受到 人生的旅途啊 我们要追求的那条路 不是盲目的 不是盲目的 有个法师啊 他很认真 很认真 要怎么开悟啊 他把他自己修学的过程啊 他好好的 写了一本书 这个地方啊 一个礼拜 这个地方啊 两个礼拜 这个地方啊 一个礼拜 那个地方啊 两个礼拜 照着他这样算下来 三个月 正阿罗汉 你看这个法师 有没有认真啊 在二十年前啊 曾经造成大轰动 他住在澳洲 有人专程跑到澳洲去 去请他教 二十年前啊 台湾还没开放啊 就有人啊 绞尽脑汁啊 跑出去啊 跟他学 学了三个三个月以后 回来啊 我就问他说 怎么样 你阿罗汉挣三次了 他说哪有那么简单啊 那几个百的 古老百的三个月啊 才会做阿罗汉啊 古老百的三个月啊 不是一个三个月 法师走过了 法师啊 走过的人啊 他再讲回来 很简单啊 各位你不要看啊 我讲给你听的很简单啊 你照我讲的去做喔 古老百的三个月啊 你要知道啊 没那么简单啊 没那么简单 这种经验啊 是要靠自己一再去摸索 其实也不见得那么困难 第一个最困难 第一个最困难 不信喔 你现在去教一个两岁的小孩子 拿那个日本筷子 拿日本筷子 去夹花生米 油炸的 我告诉你喔 他一定喔 用手抓比较快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但是你给他摸索 他可能要花三年的时间 他才夹得起第一颗 按照标准知识 但是你知道 当他这个完成以后啊 你叫他喔 打掉在 盘子上面的那一条面线夹起来 他照样很快 你知道吗 那时候用那个筷子来夹 会比你用手去抓更快 你相信不相信 这个时候啊 这个孩子啊 你叫他用筷子夹任何东西啊 他没有做不到的 当然带飞的苍蝇 他可能夹不住 那又要另外一番功夫啦 那要请李小龙来教啦 要不然就要到少林寺去学啦 否则在一般的经验里头啊 这个摸索过了以后啊 用筷子夹任何东西来吃啊 应该都很快 修行啊 他真正的困难点啊 就在这个关键 就在这个关键 第一个困难你只要能突破 后面的问题啊 都已经减半了 都已经减半了 我跟各位讲 我们在鼠席关 讲安那班那 告诉你 后面的阶段不难 最难的是第一个阶段 哪个阶段 摸索 摸索什么 你自己的呼吸状况 你要看得很清楚 告诉各位啊 你这个自己的呼吸状况 没有看清楚 就去善意要善事啊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产生贫行状态 一定产生 利明寡品 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太聪明了 观心法门也是一样 自己的心念状况啊 你假如自己不产生疑情啊 没有用 没有用 通通通变成知识 你会跟啊 你的那个 关心的方法 造成一种平行的状况 你会把你所想的 以为你所看的 绝对不对 你要灵异这一点啊 那你第一步 把它训练的好 就算你已经训练完成了 再回来 从头再检验一遍 检验没有错 再回来再检验一遍 你不管人家跑多远 你再回来再检验一遍 人家发一遍 你发十遍完成 肯定绝对没错 我告诉你 光是这个基础功夫 你就挣阿罗汉了 你就挣阿罗汉了 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说 哦 观心 我怎么观 我怎么观 遗情是怎么样 你都不用提 你就把遗情生下来 人家已经开始进入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你现在已经生了十个蛋 十个遗情都是真正自己产生的 我告诉你 你要开户就快了 第二步第三步很快 因为你这个地方已经很熟练 就像我们那基础 人家打的是三层楼的基础 你打的是三十层楼的基础 那你看一样不一样 你管他怎么盖 他三楼给他盖到五楼啊 他就叫危险了 对不对 你盖到二十层楼 你还会说不要紧过来 因为你可以盖三十层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所以我们一再地劝各位 你 在基础功夫上 一定要一直下功夫 我曾经跟各位讲过 常常讲啊 不过这几年比较少讲啊 我当年在餐 什么叫发菩提心 我早了六年 什么叫发菩提心 各位想想看 我早了六年啊 我们要把他砍救起来 你想想看 什么叫度众生 每次法会我都看他们 在那边渡来渡去 去年这个人也来 今年这个人也来 我问他渡谁 他渡他妈妈 你去年不是渡了吗 今年还要再渡 哎呀 叔叔就说渡来渡去 今年渡到西方 明年渡到东方啊 反正前脚了就坐在那边打瞌睡啊 这个叫做渡啊 是这样叫度吗 佛陀 天上天下至尊 对不对 十方世界无有如佛者 佛不逛语 如语者 那么他讲度众生 到底怎么度 就是我们讲的这样吗 佛真的那么不值钱吗 那两千块就把它摆平了吗 你想想看 你要去餐啊 要去餐啊 他到底在渡我们 是渡到我们渡到哪里去 渡各位进佛堂来拜佛 这样就完毕了吗 那要不然他到底渡我们 是要渡到哪里才算渡啊 我们要把这个 基本的部分先看清楚 先看清楚 所以在行法中啊 基本的部分 各位 绝对不要轻易的把它放下 你不要看这些语言啊 大家都很清楚啊 像这里讲 如其往期出发心时 像这些菩萨 啊 在过去啊 他出发心的时候 那么 那么 你有没有想到 是怎么发心的 出发心是怎么发心 他到底发什么心 你看看 他讲出发心时 见无量众生 剁足恶道 他 是因众生啊 在恶道受苦 熬发心 你要看 看清楚这一点啊 众生在恶道啊 他觉得很苦 我要使他们 离苦 得乐 因此熬发心 那么 恶道的众生要怎么度 我们看到 有各种不同的 我们刚才跟各位讲过 有那一些啊 众生啊 他自己发心是有偏 我们觉得不当 那么 那么各位 自己要从个人上面的调整很快 由 单位来讲 由道场来讲 要度众生啊 更难 更难 各位去想想看 一个道场要度众生啊 他能不能够说 定一个标准 只要有苦难的 那么我们都救度 这么一个标准就好 告诉各位 不要五年 绝对无法施行 因为苦难的众生啊 我们定义啊 是很模糊的 你看的众生啊 苦难 该救 没有错 几次以后你就会发现 有些是假的 有些呢 是不应该度的 哪些不应该度的 譬如说你爸爸 我就不应该度 为什么 因为这是道场的钱 你怎么可以领道场的钱 有没有 你看 有一个人可以度啊 你的爸爸就不能度 为什么 因为这是道场的钱啊 有没有 你还没有遇到啊 你不知道啊 我们很多同学家里还一直出问题 我们说那你应该 多关怀一下 多关怀一下 不行 我不能用 工的时间 我说你不能用工的时间 那你试的时间在哪里 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道场里 那你试的时间在哪里 有没有 好 你要协助众生 那么 这个孩子是不是众生 你的意识形态马上起分别了 这个还小事 对 我要度这一类的众生 不度那一类的众生 你看问题来了 我们要花奖学金 哦 花奖学金 那什么标准 什么标准的奖学金可以发 那有很多人 我们自己同修的子女 可不可以发 又来了 同样的问题啊 所以那一局不必亲啊 佛门中一讲到那一局啊 所有的亲人通通死当 通通死当 你有个孩子 很有天赋 很有才华 他要出国升兆 是美术也好 是医学也好 你要不要花钱 你花不起 好了 道场可以不可负 道场要负 同修要讲话 为什么他一年要花那么多钱 那有奖学金应该要给啊 给是给 原来就是不能给他 有没有 有没有 众生普度啊 没有那么容易 要等各位啊 度到你才知道 那个度 这个度怎么写 度到你才知道 你以为度怎么写啊 你没有碰到 你就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 所以 我们很容易画框框 画格子 把自己陷在其中 我们又想超越 各位啊 一是平等的 你看不到 看不到 尤其越是末法 这种之间啊 伤害得越厉害 越厉害 那么各位啊 你现在还没正式走出来啊 那倒无所谓 不过你假如要花心的话 那我希望各位啊 你要坚定这个立场 坚定这个立场 事实上啊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所看到的 不是我不愿帮你 是你不愿被我帮 变成这种状况 我们说大门开着 等你进来 那些人就绕到大门一圈 就走出去啊 为什么 他自己想了很多 进不来 进不来 有一个同修 大概也七八十岁有了 七八十啊 他说他皈依 西营老和尚 第二年西营就死了 他跟我讲啊 皈依了半天啊 皈依到广青老和尚 第二个月 广青老和尚就往生了 他现在呢 他想一想要不要再皈依 我说不愿 他说不是啊 那这样我就一直永远 这辈子不能出家了 那是你讲的 对不对 你真没要挑那个老的 那个有名的 我告诉你 等到要有名的都已经老了啦 我说你最好 去找一个当出家的 二十几岁的 你马上跟他皈依 跟他出家的 那个年轻的就不会这么拍名啦 说给你摆下去就骗他了 然后他呢 他就说我孙比义更多 那怎么办啊 都是你自己啊 坐简自伏 学佛修行啊 心胸要敞开啊 不要带着那么多的疙瘩 自己啊 伤害自己 不要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很愚痴的行为啊 非常愚痴的行为 所以我们这样子 往上往下 往内往外看一下 你看看我们的心量够不够大 而你要想救济众生啊 协助众生啊 那你就要有替那个众生 袒护一切的那种勇气啊 你知道吗 这个人该救 我钱给你 你拿去用 人家骂 没有那是我给他的 有事情找我 能不能这样 我们不是 我钱给你哦 你不能骗哦 你骗我要背英国 要下地狱哦 这是十分的钱哦 好像我不负责任 对不对 啊你跟我拿你就要自己负责任 不是这样 这个怎么可以给众生做医护呢 给众生做依靠呢 对不对 这个众生可能是不好 你要是确定 他真的不好 拿了这个钱 要去吸麻辉 要去打赌博 要去打麻将 那你就跟他讲清楚 这个不准这样做 要这样做的话 钱不给你 对不对 你又不敢讲 你怕他跟他这样讲被他揍 那就不对了 那你没有承担 所以我们看到了 那些坏的 不算的 欺骗的 金光党的 不算 那么一般的众生 剁在苦难中 恶道啊 这当中呢 那你要怎么救把他 这个时候啊 我们讲到众命的这个部分啊 我们责任范围里面的事啊 那么有几件事我们要注意的 刚才讲那一些啊 除外责任人格不健全的人 所做的那些 我们不算 那个要除外 现在正是我们面对的众生啊 有几件事我们要注意 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个 众生种类很多 通常来讲啊 从大圣经典里面来讲 只讲果的部分 从果你就可以看到因 比如说 对地狱的众生啊 通常是啊 称心种 称心啊 又加上害人啊 害得动 这些众生啊 他的称心起现行作用 有这种果 下来了 那么他的果报啊 就是多 第一 那么你就要跟地狱众生啊 怎么叫化 因为他称心种 有的是贪心种 那是因 他起贪心害的众生 这下子他度恶鬼道 所以我们讲 跟恶鬼道的众生啊 那你要怎么度 因啊不讲了 看果 有果就可以看因 在化验经里头 这叫四四无碍法界 你看这个果就知道那个因 这个在欲界的众生 欲界的众生 像我们 都在欲界里 欲界里 其实看众生很容易看 这个人来啊 一个人像苦瓜 你大概就知道他有事啊 这个人来啊 一个人像牡丹花 那你就知道 他家里有喜事啊 对不对 你看他的状况就知道了 那个人来啊 师父我有事跟你讲好不好 我要好好讲啊 他坐在那里 又不敢讲 那你不讲人家就讲 他一直坐在那里 又一直不走 我要你讲啊 他又不讲 那你就不要讲了 我知道了 你那个 你那个 有难言之苦啊 要讲出来 怕人家天天 嘖 我也不好叫你讲 哦 讲了 又大门关不住 人家听到我不好意思 那只好跟你讲 好了 好了 我跟你加持啦 哦 那你放心啦 回去啦 一切会美好 真的 所以你讲的 我知道了 你我想什么事情 你一个人 好像补啊 柔柔的 知道有事情啊 你又讲不出来 就一定知道你有事 当然我们会加持你 可是这加持 不是这样就结束了 你的心要改善 心量要放开 有没有 从众生的向上啊 你就可以看到 各位 你假如想要 不忍众生苦的话 众生的向啊 那你要学会看 我不是叫你去看命啊 看向啊 不是啊 因为他有苦 有什么苦 你怎么协助他 有些人 同样的问题 他不以为苦 他没饭吃的人 有的人是很苦 有的人没饭吃不要紧 哦 要少吃一点 哦 饿一下就好了 有的人不是 哎 这个没饭吃哦 吃的比人家差都不行 人家吃一百块 他就要吃两百块 人家吃一百块 他吃五十块 他就说哦 他饿死了 那么对于这一种 不同 性向的众生 你要看得出来 所以有无量的众生啊 剁猪恶道 这个猪啊 就剁无量恶道啊 各种恶道都有 那么各种不同的恶道当中啊 你要做大师之侯啊 嗯 嗯 运用种种的 不同法门啊 来教化众生 这个里面啊 讲教化众生容易 可是这称心中的 叫他慈悲心 贪心中的哦 叫他不失心 这个当面这样讲都没有问题 可是他不见得接受 你知道吗 不见得接受 有些人千方百计啊 偷工减料啊 去 去污来的钱啊 你叫他不失啊 我告诉你 你打死他他都不失 你知道吗 不是他不能接受不失的观念 也不是他不能接受不失的做法 是你现在的讲法 他根本跟他起冲突 所以这个真正的法门啊 我跟各位讲一个要灵 不是你所讲的内容 你所讲的内容 只是一种知识 他知道吗 他知道 不要你讲他都知道 你知道吗 有一个三十车的卡车司机 撞死人 撞了人啊 没有撞死 看他还在动 就倒车把他压死 然后走了 走一段 然后 他停下来 他就故意要去救他 对 故意要去救他 那结果送到医院室了 好吧 一百二十万赔了 人家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看气不气死人 有没有 这个人可恶不可恶 撞伤的人应该赶快救人 他先把他压死 因为压死一百二十万就解决了 假如撞伤的话 那很麻烦啊 对不对 不知道要赔多少 好啦 他这种心啊 铁的 不改就是不改 连续发生三次 有没有有一次啊 他不小心把车子发动 开走的时候 把自己的女儿压死了 好啦 这下子找谁要 把自己的女儿压死啊 活生生的报应啊 从此啊 他不开车了 不开车 那我们的意思不是叫你把他女儿送去给他压死啊 所以你要有一个药灵 他警觉到不可以这样做 那个药灵要有 那个才叫法门 去背很多知识啊 没有用 那知识啊 你不要你背 人家也懂啊 光是会寻求懂的 他不见得啊 他不见得啊 生命会改造 你用一个药灵啊 让他去体会 他体会到 他自己就会改了 那么怎么样 学那个药灵啊 那才是我们学佛的 真正的功夫所在 你背经文里头的那些词句啊 那些都是知识 当然有一些知识 是一些助到指点会更好 其实没有的话也无所谓 但是你那个药灵要有 转化 心理的那个方向感啊 那个转化的能力 你有没有 转变人家内心的方向感的 那个能力 那个才叫法门啊 度众生的法门 各位要了解这一点啊 我们都对了很多知识 可是那坏人现前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 各方面都来 音乐也有 美术也有 教育也有 医疗也有 各方面 那么 这个不一样 那么这两个部分啊 都告诉我们啊 月专的啊 单一倾向的 他度的众生啊 比较有深度 因为他会单方面的去 发展众生 那么另一方面呢 有的就发展比较广 像佛光山就比较广 那么广的话 深度就比较有限 就比较有限 那么他们的贡献 各不一样 各不一样 各位要发心啊 那就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很简单的简别 很简单的一个简别 那我们的智慧 那我们的智慧 要度说什么众生呢 在你还没有完全成就之前 我们大概是从这两方面来 选取一方面的发展 一方面的发展 这是从前面下来所做的一个结论 一个结论 后面 佛子 菩萨具主如是智慧 菩萨具主的这样的智慧 随着众生倾向的不同 他有改造众生生命品质的能力 哦 这个叫做啊 具主如是智慧 各种众生 他生命品质的倾向不同 他都会跟他导正 导正到哪里 到菩提道上 去追求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今天在哪里看到一张相片 啊 汽车 那个 相片 那我刚看的时候是地上啊 一横一横的 一条 这个 像我们家一条马路 那上面好像有阶梯一样 我一看 这阶梯怎么 布黑色的 路 又是咖啡色的 后来再看一下 哦 原来阳光从这边来 哦 这两排啊 是树 那一棵树一棵树的树影啊 跨在路上 跨在路上 那一看啊 哦 这个树真美 但是哦 树很奇怪 大概一棵这样一棵这样 那么在同一排来讲 有的请这样 有的请这样 那 阳光从这边照过来 通通一样 光线倒在路上嘛 但是你看树的话 就刚好分叉变成这种 这种状况 这里面啊 他告诉我们啊 众生的倾向啊 有这种情形 但是你要知道 众生的心不一啊 是沙佛世界的特色 沙佛世界的特色 一个菩萨想要修行啊 我跟各位讲 沙佛世界是最好修行的 各种不同的众生啊 各种不同的性向 各种不同的心性啊 让我们啊 能够了知众生心呢 众生心呢 我告诉各位啊 跟你保证 你到极乐世界去 绝对修不到 极乐世界的众生啊 轻一色 没有两种心心 假如极乐世界的众生 有两种心性的话 两个族群的话 他们在一起啊 讲话就会变成 一群鸡 一群鸭 鸡同鸭讲 你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那个世界 因为它是很圆融 所以没有对立 所以心性就其一 我们这个世界啊 因为心性不同 所以都有对立 在这么多的对立当中啊 我们很好修行 很好修行 那个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在工厂 有一种工厂 叫表面处理工厂 表面处理工厂 它表面处理啊 金属品像这种东西啊 它表面要怎么处理啊 它叫震荡 这个东西要把它磨平啊 很简单 不要磨 丢下去 那个桶子里头一直滚动 一直滚动 一直滚动 一直滚动啊 到最后就会把这个表面呢 弄得亮晶晶的 你为了使它不生修 把它垫度就好了 那表面要处理到哪里啊 那就看它那个原料 在里头的那种原石 石头一直磨 就把你这个表面啊 磨得亮晶晶 我们沙婆世界啊 跟那个机器差不多 所以沙婆世界特别要求我们要去度众生 你度众生就像跳入那个震动的机器里面一样 你只要坚持你的原则 我要度众生 你的法门是这样 那你下去滚起来以后啊 你就表面亮晶晶 你要用三百面洗的 你起来就是三百面洗的亮度 你五百面洗就五百面洗的亮度 看你要度得多亮 磨得多光 这个地方 这个世界 众生对我们来讲啊 我个人认为 众生都是我们的老师 都是我们的师父 你只有去碰它哦 它才会把你磨光 你逃避它哦 你磨不光 你到极乐世界去啊 安心可以啊 那边啊没有挫折 没有困难 你怎么知道众生心性是什么 你根本学不到 所以任何菩萨想要成就 想要成佛 他都要到沙佛世界 站一圈 只要在沙佛世界里头 你真正能够感受到 对 对 我们没有遇到过啊 台湾话有一句话 你真正想要教他啊 你想要帮助他啊 他以为你要抢他 有没有这种经验 那就是这个世界的众生 那你要把这些种种各种不同的众生的心性 通通通导到菩提道上 让大家去追求阿妮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你要多少功夫 你要多少法门 有没有 美国啊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 不知道哪一个啊 天才啊 用直升机啊 哪个小飞机啊 把美金啊 通通换一块钱的 飞在天空啊 撒钱下来 送给大家 那大家 开车开到那边 通通停下来去捡钱 就有人不捡 有哪个神经病 谁会把钱丢给人家捡 他已经登报了 哪一天哪一天 怎么样怎么样 就有人在那边等 有人啊 就不屑 你想想看 把美金送给人家 有人还不屑 你以为大家都会一样吗 对不对 我们都想说赚钱不嫌多 那你想想看 还有人这样子把钱 无缘无故 分享给大众 还有人说 柯林顿在飞机 在上班的时候啊 在飞机上刮胡子 这样 他太辛苦了 他开车开到 旧金山大桥的时候 他也自己在那边刮胡子 被警察抓去 罚他98万 他说那98万我给你 那以后这三天 人家过这个桥子 通通免费 我替他出钱 你看看 怎么有这种人呢 这些人的心性 心量到底是在想些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你只能够说 99.99%的人 大概都是为了钱想疯了 可是还有0.001%的人 他可以把这个钱无条件送给人家 你知道吗 沙佛世界没有绝对的 没有绝对的 所以我们要想具足这种智慧啊 导引众生啊 各种不同 性向的众生啊 通通导正 进入菩提道上 很不容易 菩萨在学什么 在学这个 在学这个 自己自证觉世间 那另外一回事 这个地方讲的是眷属世间 你要怎么导引众生 的这个部分 能够具足这个智慧 导引众生 走上菩提道 去向阿尼多罗三菩提的目标 就是令三宝种永不断绝 三宝种永不断绝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正典的在菩提道上 那我们告诉各位 那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们大概菩提道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上面走可能是这样的 这样弯的 这样算很正典的 菩提道是这样子 在宽度 比如说三车道 那你呢 可能跑到第八车道 再跑到负三车道 再跑进来 有可能 你会横冲直撞 有时候跑出去 有时候跑进来 有时候跑过去 有时候再跑进来 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大致上 你假如都围绕在菩提道上前进的话 那都对了 都对了 我这样讲这种定义啊 有很多老先生是不太同意的 那比较顽固的就绝对不同意 因为他的定义是只能在这个菩提道上 而且一定要只能走一车道 不能随便公换车道 或者很危险 有没有 现在我们在佛门中 大家出入了很多道场 也遇到过很多善知识 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多 但是三宝种要不断绝啊 那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 围绕着他上去 尤其在这末法时代 协师说法那么多 你怎么样肯定 在菩提道上 能够倾向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的目标 但我们能够延迟的越紧那是越好 可时代已经变了 没有那种标准 那些标准有些已经都不存在了 根本不适用 所以有很多人啊 他就要到泰国 到缅甸去修苦行 他一定啊 他要坐在缅甸人的那坟墓堆旁边守墓 不然他不守墓他没有办法修白骨关 其实啊 我们不一定去看人 在台湾有很多啊 狗啊被车子撞死了 你要修白骨关 你就坐在狗的身边就可以了 看他怎么脏起来 怎么瘀青 怎么发臭 怎么长虫 怎么烂掉 那就白骨关了 为什么一定要到那边去呢 因为他执着着一定要看人的尸体 不看人的尸体不行吗 对不对 一只老鼠死了 那你不要让他死在路中央 你把他带到旁边去 那你就守着21天 看那那只老鼠啊 他怎么脏 怎么肿 怎么烂 对不对 那么怎么长虫 你去看人也是跟他一样的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你就一定执着说 我一定要看人才算 那就没办法了 就没办法了 所以修法随着时代的不同啊 已经转变了 你在美国要修白骨关啊 我看你会犯法律责任 对不对 他越是啊 文明的地方啊 他对生命的尊重啊 越有法律的规定 而我们在古代没有这些 所以那些修法你好修 现在在现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不能修 所以很多戒律也好 头头恨也好 他都必须重新再改过 但我们的这些大德啊 他不改啊 我们这些小德啊 就不敢改 他就没有办法去进行 那么在这个里面啊 基本的定义啊 就会有偏差 所以这里面我们讲的是 那基本的要灵 基本的要灵 为什么呢 下面问 所以则和 菩萨蒙菩萨 教诸众生发菩提心 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好了 时间到了 等一下再讲 钵 钵 鱼 鱼 龙 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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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